這個就是選舉的傲慢 就是民主政治怎麼會在這些人的眼中 只要不是外人 我說這些人就是不是人 只要不是外人 這裡就不是人了嘛 那你也拚非常簡單的一種思維邏輯 就是像基層老百姓一樣 你那些街邊那些不是我自己的 譬如說曾思維 那些不是我自己的 這個人恐慌怎麼就開始下去 你記不記得這個段銀行委員之前 也是對於這個選出來的這個結果 花蓮這個選舉結果 非常不滿意的時候 他還說鄙視你 鄙視選民也是從他的這個 臉書上面寫出來的 台灣現在民主價值 只要不投民進黨的 不是小丑 不是野蠻人 就是沒有民主修養的 好像必須要投民進黨的 你才是上流社會 你才是真的懂民主的人 你現在是我們台灣的救星 民主的燈塔 你不是才是回到威脅的政治 基層民進黨才是好人 在這次的選舉裡面 但是我看到李亞萍這樣子的表現 我知道他擠了 就是他認為他的老公不會選成這個樣子的 因為余天這一次是 拚世名跟鄭視偉去選 他就已經剩30幾萬人了 他還有未來嗎 沒有嘛 這一攤可能是他最後一次人生精彩的演出 比他當初唱一些歌還要更精彩 他一定請盡自己全身的力量 李亞萍在旁邊也看到了 當他的老公全身庫 連世名都沒有去拚這個 幫民進黨拚這個 沙林寶立委的時候 他發現竟然還輸鄭視偉 那個標誌說他煩惱就來了嘛 所以他口不責言 開始會告訴大家 我跟你講 這些人都是小丑 看我們老公是 這牌 他們這應該動算 沙林寶立委 那大家已經很知道選情了 還需要再看民調正式為39.3 余天33% 甚至還有一個民調說 正式為輸余天20% 所有的表現 在我們這些媒體人看來 就是驚了嘛 驚了嘛 你必須要去吹 必須要用更激烈的方式 如果你在講小丑 我現在 你也知道我愛唱歌 我真的想再唱一次那首小丑的歌 是他的心酸化作喜悅呈現給你 你再把這首歌放到韓國瑜 在新加坡 是他的心酸啊 化成金錢呈現給你 韓國瑜這麼辛苦 把所有他辛苦 帶回高雄2元5元 你說韓國瑜是小丑 我用你這些高雄人 這口氣吞下去沒有啦